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维基百科上 他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球员之一 有着欧洲先王的美誉 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就谈及了东谢奇 我觉得 他拥有着成为一名伟大球员需要的所有因素 有很多球员也具备这样的因素 但最终他们失败了 让东谢奇和其他人区分开来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阅读比赛的能力 这是和他的年龄不相符的 他能看到很多人学也学不会 甚至说到了三十岁仍然看不到的事情 但在他的身上 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的自然 接下来 贾斯科维修斯谈及了东谢奇在欧洲临赛取得的成功 这不是对于斯洛文尼亚球人的偏爱 但在欧洲临赛 没有人做到东谢奇做的那些事情 当然 他的经验也帮了他很多 毕竟他在这个级别的比赛中 已经打了三到四年的时间了 所以 这些对于他来说 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他已经习惯了这些 但是 其他人仍然做不到他做的事情 那是不可能的 我在大学打过球 在欧洲临赛 在所有的地方 我知道 欧洲临赛的竞争非常激烈 一个年轻人 在一个大的俱乐部做到这点 这真的很让人惊讶 他并不是说在一个小的球队 球都在他的手中 东谢奇和彼得洛维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他们有着相同的特质和天赋 那些从大学中走出来的孩子 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在说什么 不知道东谢奇可以做到什么 贾斯科维修斯见证了东谢奇的成长 在欧洲的赛场上 东谢奇已经证明了自己 当然 NBA的比赛还没有开始 东谢奇需要将自己在欧洲赛场的成功 带到NBA中 グーザー